大家好 哈囉各位車友大家好 下午要跟大家做安裝直播分享 是我們KT工廠裡面舊有的計程車 這台呢是Golf的7.5代 而且這台是7.5代的Performance 那當然除了動力到比較大之外 它是配備了7速濕式的變速箱 而且底圈的話是19吋 那包含了好多的一個配件 譬如說它後進的煞車 前面的煞車也都跟一般的GTI不太一樣 這台是特別特別的版本 是Performance 那8代的話 Golf8代國外已經上市了 那我想它8代的話 應該在底盤來說 應該跟6代是類似的一樣 就是一個小改版 所以目前來說 最棒的7代應該算是7.5代 那這台車真的很棒 如果車友們有機會的話 歡迎來KT的話 因為我們也有這台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大家試乘 那今天的車友 也是試乘的KT試乘車之後 覺得KT的產品真的不錯 所以才預約來今天來安裝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車友的話 它的目前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但這一台呢 已經改到二階了 二階的話有多快 時速100到200 大概10秒11秒上下 非常非常快 馬力的話約莫大概300V左右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原廠塞下的VD系好了 原廠的話 Golf 它的前面的兩角 譬如說 如果是1.2 1.0的話 它的前面兩角是小兩角 後方的話 是一個拖一臂的系統 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 Golf的GTI Golf R 它前面的話 就一定是大兩角 這個寬度是大的 所以跟一般的規格 比較不一樣 那它前方的話 有上座 KT的話 在這一台車 我們都有附上座 所以前面的上座 是不需要沿用的 那這個車還很新 它的上座一定還好的 可是如果時間久了之後 上座如果要沿用的話 它就會比較有問題 那把上座拆下來沿用 就很難知道說 欸 上座的狀況是好 或者是壞 那如果上座是壞掉 就變成還要再多壞一次 買上座再來拆裝的費用 所以它 對計時來說 拆裝也比較麻煩 所以KT有附上座了 而且今天這台車 是選用魚眼上座 那魚眼上座有什麼好處 如果一般日系車 它在下方的陽角 是鎖兩顆螺絲的 所以它KEMBER是微幅能調整 但這種的話 它下方的兩角是獨立式的 是沒辦法移動的 所以只能靠上座的角度 來做KEMBER的調整 如果喜歡比較激烈 操控的車主的話 它前方的KEMBER角度 幅度會做的比較差 但是這種的都沒辦法改變啊 所以唯一有辦法做KEMBER的調整 就只有從上方做魚眼上座 所以這台車 是選擇魚眼上座 可是它的上座的孔徑比較小 鏡頭可能等一下不太有辦法 帶到它魚眼上座的結構 但這台車主也很熱血 也是選擇魚眼上座的版本 而且KT的魚眼上座 在上座下方 我們還買了一個轉向指揮手指 讓魚眼上座的壽命 比較能夠比較長 那在魚眼上座的部分的話 像是國外的知名品牌 Olinx也好 KW也好 他們一律不針對魚眼上座做保護 但KT的魚眼也好 也不算是KT啦 應該算是台灣的這些 所有做便利器人工廠 大家的名氣 沒有國外大賞那麼大 但是不只KT進步 現在台灣做魚眼 而這些魚眼上座的壽命 都比國外還要來得棒 所以這個是台灣很厲害的地方 那這台車 是特製版本的 所以前方的話 我們配置8.5公斤的彈套 後方的話 是配置6公斤的彈套 如果是1.2 1.0 基數比較小的話 它的前面車重比較輕 所以我們一半的版本 我們是配置7公斤的彈套 但GTI的話 動力比較大 所以我們都建議 配置8.5公斤 甚至8公斤的彈套 這是前方的避震器的介紹 後面的話 它的彈簧 跟避震器是分開的結構 這是後方的彈簧 上座的話 是需要沿用雲場上座 所以 這台車也是性能車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主離子 一般的日系車 它的主離子 下壓就很輕易的 又下壓下去了 但是這個主離子 比較接近 如果以日韓汽車來說 比較接近 現在最新的Eletra AD的Sport 所以它的主離 也算是還有不錯的操控性 所以它的主離子也還蠻強 也還蠻強 我們來看一下改裝之後的KT 今天的車友 不只是要裝避震器 也要再裝上輪軸電管器 那為什麼要裝輪軸電管器 因為原廠的鋁圈 它的EP值比較大 它叫內縮 它內縮之後 在視覺上 在操控上 都沒有那麼飽和感 所以把輪軸電管之後 它的操控性會比較好 在視覺效果也會好很多 尤其是待會兒 車高降下來之後的整體視覺效果 會更協調 那這一個是Performance 這台車是Performance 所以它的鋁圈是配置了19吋 一般來說 GPI的話 都是配置 最早應該期待 第三點的時候 還有配置17吋 但後來的話 一般大部分都配18吋 那7.5 這個Performance的話 它是配置了19吋的 像大尺碼的輪胎跟鋁圈 後方的話 這一台是選擇KT的特式版本 所以它的後方的桶心是加速的 在桶心的上方 上座是要沿用原廠 在這個地方的話 是有一個阻鈴旋鈕 這個阻鈴旋鈕 就是KT再調整軟硬度 我們往順時針的方向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所以後方的軟硬度調整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下方的話 這個腳管 早上的直播又已經有介紹過 這個桶心的長短 是在取決於它彈簧的壓縮 彈簧跟桶心分開的結構 最重要的安裝技巧就是 彈簧千萬不能壓縮過多 尤其是重量比較輕的時候 它敏感度越高 那這一台車我們後方 推車的彈簧公斤處是6公斤 在彈簧的上方 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 它是在調整車高的 如果今天車高要比較高的話 這個調整機構會調長 所以它的車高就變高 今天的話 預計後面大概剩下一指幅左右 後方的桶身 就是在調整它彈簧的預載 所以後方的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彈簧不能預載過多 那等一下後方的話 像這個看起來很乾淨 可是這個本來都是繡痕 所以在裝Spacer 或者是我們在換疊板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重點 這個Hub一定要除繡 除完繡之後一定要上這個 這個看起來有銀色 這個是很高檔的一個防繡油脂 這個是服飾的鋁前衣 這個有很耐久的一個 它的抗溫度比較好 然後它的耐久度也很好 所以日後的話就不會生鏽 所以這個除鏽之後 要抹上防卡劑 防卡劑之後再墊上Spacer 那墊了Spacer之後 它原廠的螺絲 這個螺絲會太短 這個圈底就不夠鎖附了 所以螺絲的話也要換上加長 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是麥花神的懸吊鏡頭 像這個就是我們當除完繡的時候會抹的 這個是福士的鋁1100 這個是耐高溫的一個防卡劑的 那抹了這個之後可能日後久了 它不會生鏽 日後在拆裝的時候也會比較不會讓師傅拆不下來 所以這個時候都是標準施工流程的SOP 那前方是配置了8.5公斤的彈滑 前面的這些因為它沒有油管固定架 所以它的離載串的話在這裡 它的離載串鎖鎖點就跟原廠是一樣的 所以離載串不需要再花錢買短的啦 買強化的啦買可調的 因為可調的不是不好 是因為它可調的還有多了兩個鎖點 萬一沒有鎖緊或者是沒有固定好的話 就比較會有異音 那壽命的話也不見得像原廠那麼長 所以以GOLF五代六代七代 我們的經驗來說 沿用原廠離載串是最棒的一個改裝方式 像一些大廠 像這一台車應該很多車友都推崇 KW或者是貝斯登 像這樣的品牌 他們也都是使用沿用原廠的離載串 所以這個離載串的鎖點 KT的設計是跟原廠一樣的 所以離載串就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那前方的話配置8.5公斤 前面的車高調整跟後方是不同的 後方是從彈簧的上方機構來做調整 但它前面是麥花繩 所以車高的調整 是靠腳管上方這個銀色齒輪狀的托盤來做調整 所以如果我們把托盤把它懸鬆的話 它的長度懸長 它的側高就變高 那如果縮短側高就變低 以這台車來說 這台車我們內場的安裝 所以有很多人推薦我們的品牌 這台車最低的話 大概前面可以剩下半尺幅 後面大概輪胎跟葉子板 剛好切齊 所以它調高調低的範圍相當的寬 而且它調高調低不會影響操控的感覺 因為它調高調低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的調高調低起來的乘坐感覺 開起來的感覺是不會差異太多的 那它的上座部分的話 拍得到嗎? 上座部分它是在引擎室的上方在這裡 這裡上座的話 本來是一個母孔的設定 但是我們改了上座之後 就會改了一個公孔螺絲設定 在這裡有一個孔勁中心點 有一個KT的LOGO 從這裡就能旋轉組 一樣往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變軟在這個地方 那它本來有一個試蓋 這個試蓋不用拆開 直接稍微掀開之後就能調整了 所以以這台車來說還蠻方便的 但是要特別注意 它的裡面是一個語言上座 如果有比較喜歡激烈操控的話 是可以做一個camper角度的 這個語言上座是KT 可以讓車友們來做選配 那至於用料的部分 像KT的主名油 我們使用的是 意大利IP的主名油 以GTI來說 我相信很多的都是很熱血的車友 有很多都有騎重型機車 那大型重機的話 像在意大利有一個知名重機的品牌 叫Abrilia Abrilia 它是意大利很知名的重機品牌 它的前叉跟後避震器的指定用油 就是使用IP的主名油 所以KT也是用那麼好的油品 這個油品 是從意大利整桶進口來台灣的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一個油品 所以它的單價當然會稍微比較高 可是它的可靠度的話相當的不錯 那油風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是日本最棒的品牌的油風 是日本的NOK 日本NOK的話 這個車型的話很少 比較少啦 車友裝 像日本的Tim 日本的Tim的話 也是日本一個很知名的 DN系的改裝品牌 他們所使用的油風 也是使用日本當地最知名的NOK的油風 所以KT的耐用度的話 都相當的不錯 那選擇KT還有一個最棒的遊戲 就是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以便我們用那麼好的油 那麼好的油工 但時間久了 有可能會劣化 有可能會轉換 那到時候 如果要做整理的時候 可以回KT的工廠 甚至到我們所有的那個性價上的據點 原本安裝的據點 都可以為車友來做一個整修的服務 小到防塵套 小到一顆螺絲 其實都是可以單換的 不用因為一個小零件 就需要換總長線 都不需要 而且 反正都是可以整理的 這個是 本身是工廠才有辦法具備這樣的優勢的 那 KT的話 自己工廠裡面 就有Golf七代的GTI 可以提供給車友來做試乘 避震器的選擇 很多人都會在 在社團裡面 Golf的社團裡面 啪啪購也好 或者是七載軍團裡面也好 很多人都會詢問說 避震器要選擇什麼樣的品牌 其實避震器用詢問的 其實不太客觀 會建議大家 如果有車友們 有聚會的時候 來做做看車友不同的品牌 它乘坐起來的感覺 那如果沒有參加聚會的話 很歡迎 車友們來我們KT的工廠 我們就有備有一個 Golf七代的GTI 可以讓車友們來試乘看看 那覺得滿意的話 再來考慮就好了 那如果 車友們對KT的產品 有任何疑問的話 或者是想預約來試乘的話 都非常歡迎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以上是今天 Golf七點五代 Performance GTI的一個 安裝介紹 謝謝大家 掰掰